天气越来越热,今天来安排一个清爽又开胃,而且美味又营养的纯素凉拌腐竹 腐竹我们也尽量选择这一种零添加的腐竹 像这样一小包,100克刚好一道菜,而且很好泡发,泡发后完全没有硬心 腐竹比较长,我们先把它折成小段,这样会更好泡一点 我比较喜欢用常温的水来泡,泡大概一个小时 与此同时我们也泡个八九朵黑木耳 趁泡发的空隙,我们把其他的食材也准备好 一根小黄瓜洗干净后,斜刀切成小段 喜欢吃辣的话,切一点小米辣,再把凉拌汁也调好 碗中放两勺生抽,一小勺素蚝油,再来一大勺川味油辣子 半勺芝麻香油,再来一点花椒油,加入一小勺盐,搅拌均匀 先把调味料放在一旁备用,泡发好的腐竹还有点长 我们把它对半切一下,比较大的木耳也把它改到切小 烧开水,我们把腐竹还有木耳一起放入锅中 不需要煮太久,大概一分半就可以捞出 滴干水分放入碗中稍微放凉 然后放入黄瓜,放入小米辣 来点又香又脆的油炸花生米 淋上我们调好的凉拌汁 把所有食材和调味料充分搅拌均匀 超级清爽的夏日开胃小菜 纯素凉拌腐竹就完整了 记得腐竹不要煮太久 清香又腹有韧劲 配着爽脆的黄瓜和木耳 再炎炎夏日也可以胃口大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